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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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很多谢郑教授的另类介绍 我亦都很多谢韩申博士基金会这次的邀请 以及很多谢轩先生和胡教授的邀请和安排 今天我要讲的题材就是肥胀症21世纪的新挑战 注意我用肥胀症去等同一个高血压糖尿病 一个长期慢性的病 21世纪挑战是什么意思呢 挑战不在于医疗的挑战 肥胀是一个社会和一个经济问题 这三方面都是一个重要挑战 也不是在成年人之中 在小童子之中也是一个23世纪重要挑战 看回肥胀症其实是一个很短的历史 在这几十年才出现 有很多角度去看 最重要的角度我觉得 以下工业界城市化生活的出现 就是最主要的根由 肥胀症不单只是人 在动物界出现 在自然动物界基本上不会有肥胀症 因为永远都不够吃 但是在宠物界 在今时今日你问一个兽医 肥胀相关的动物问题 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包括糖尿、高血压 和猫太肥了 骨骼也出现问题 走路也有问题了 肥胀真正的定义 不在于体重多少 其实真正的定义就是 身体长期积聚了过多脂肪 尤其是中央肥胀腹肯下来脂肪 而引起种种问题 而造成长期慢性病发症 和引致早些死亡 应该是一个长期慢性病的角度去看的 你看到这个表里 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女性来说 脂肪比例比男性更多 我们用不同的程度来说 脂肪越多 肥胀的程度越多 量度脂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里讲出很多方式 也不是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沟通上 和病人和医疗上的沟通 我们最重要的是用了一个 身体密度指数 和幽维这个方式 去和大家沟通 那用身体密度指数 BMR来说 亚洲人的定义 就是最主要 大家要看的数字 就是23以上 就是过半 就是超重 25以上 就用肥胀的字页 就算用到外国人的指标30 我们在中国人来说 就属于极点肥胀的了 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幽维 用CM 男性就是90CM 女性就是80CM 換句话 超过这两个指标 都是一个中央肥胀的指标 那么看回全世界肥胀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澳洲是最重要的例子 但是亚洲也慢慢会追过 那么看回少少香港的数据 香港的一个普查式的数据 就不多的 那么我们尝试就是 在90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的数据 看回就是如果大过夜五 都是说三成至四成的人口 那么如果就算用外国极端例子 比例上都是有大概4-5% 在香港的人口 成年人口是大过30 那么这个数字有多少 其实是超过10万的 是不少的 那么一个近一点的数据 这个是卫生署的电话调查数据 都是在说超重的肥胀 是占成年人口的大过四成左右 那么你看回 随着年纪越大 超重或者肥胀的比例是越高 那么当你去到 譬如说大概中年的时候 有超过一半的人口 成年人口 是起码超重或者肥胀的 那个问题也不止是成年人 这个是一个卫生署的数据 看回我们小学生 就由02到07-08 那个超重和肥胀的比例 是越来越升高 在现在来说我们的小学生 五个之中有一个是超重的肥胀 这个问题也是有增无减 那么好了 刚才我说肥胀 为什么我在这个角度来说 是叫肥胀症呢 因为我们早就知道 肥胀引起很多问题 包括造成很多伤残 早死 还有就是说 生活质素下降 还有其实它引起很多医疗的开支 还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 那么看回儿童呢 在全世界来说 儿童因为肥胀造成的问题 现在是多个呢 迎饮不良的 尤其是在工业国家 那么肥胀可以引起 种种种种这些相关的疾病 这些疾病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从小时开始肥胀 你到成年人到中年老年的时候 增加程度会越来越多了 那么在这些病法 相关病法之中 有几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比如高血压 低形糖尿病 血脂紋乱 水面质息症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最重要的 是我们现今来说 医疗最大的开支 和相对死亡的原因 是其中一个最大的 那么肥胀为什么引起病化症 其实有一个 有它的内在 那个physiological的原因 那么我今天时间不够 就是不可以详细讲 但是最主要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现在我们的角度 就是说 腹内的脂肪细胞 尤其是我们叫中央肥胀 腹股的脂肪细胞 其实是一个内分泌的系统 它是一个很活躍系统 是不断有很多荷尔蒙分泌的 而大部分这些荷尔蒙 都是一些坏的影响 那造成呢 就是譬如说 我们的身体的血脂 和血糖的调节 民暖 血压的提高 和血管 是倾向容易触入硬肤 那么有很多角度 去看肥胀的原因 那我要在这里来说 用一个简易的角度 就是用一个 物质不变定律的角度 就是说 我们看内积序的脂肪 基本上就是一些热量的代表 这是一个物理学 一个基本的定义 那肥胆产生就是说 长期呢 你摄取个量 用得不多 那你看回呢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条件 会摄取热量 和有什么会用热量呢 第一个方法会摄取热量 就是吃饭 那用热量呢 就是我们会 每日的活动和运动 我们有个基础的生存代謝 另外我们吃饭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热量 那这些是消耗热量 那这些平衡呢 是受到遗传因素 和环境因素的改变 那刚才我说了 肥胆其实 是这几十年的问题来的 那我们不相信 这几十年来说 遗传基因有大的改变 最主要的改变呢 是环境的改变 那环境的改变是包括什么呢 那 刚才我说了 物质不变的定律就是说 这里有个数字比较的概念 就是说 你要减除你身体一磅的脂肪呢 你一定要负增长 大概呢 三千八九里 三千八九里 是代表什么呢 在往后一些 大家就会有多些的概念 那我刚才说到 就是说 肥胆的原因 我相信 在近几十年 是环境因素的原因 那这里 讲出一些例子 那有什么环境因素 令到我们呢 涉取 热量 是过多了 那我们应该呢 是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每份呢 的食物呢 不要那么多的 我们应该在家里 多住东西吃的 多吃粗糧的 那我们应该肚饿 那时候才吃东西 但是呢 在现在来说 就不是了 那我们有很多 food court 那我们有很多 星期六星期日 最常见的 社交活动 家庭活动 就是去扑飞 那很多食物的size 是超标的 很大杯的可乐 很大份的pizza 我们很少在家里 煮食啦 超级市场越开越大 超级市场的食物 越多啦 包装食物越多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环境的转变呢 是令到很多人呢 是不知不觉地 涉取过多热量的 那另外一家 方面就是说 我们的活动量呢 为什么会减少了呢 那我们应该呢 走多去楼梯的 十分钟的路程 我们不应该搭车的 我们应该呢 就是用多些公共交通的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周围都是电梯啦 你在商场 走楼梯那边也都找不到 很短的路程 大家都可能搭的士 搭巴士 或者等你 在家里 computer 打机 全部都坐在那裡 看电视 一路看着电视 一路吃包大的薯片 这些是一些很常见的activity 另外我们 有不同的方式去 控制一些stress 我们应该 比如说多些运动啊 吃得健康一点啊等等等等 或者尽量放松一点 但是你看到 我们的生活节制 是越来越紧逼 有无限量的deadline都要灭 那家里有很多很多其他stress 越来越少工作时间 上去运动也都没有时间 等等等等 亦都是一些环境上的战略 令到我们呢 是不自觉地 摄出过多热量 而是用很少热量 那当我说到治疗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大家要明白到 就是说 我再次要很强调就是 肥胖症 是一个长期慢性病 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病人 都是一个终身冒病的了 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引起很多今时今日 城市都市人致命的原因 包括中风 糖尿病 冠心病 和cancer 那基本上的治疗方法呢 都是要有一个根本性的 生活节奏改变的了 生活方式改变的了 有少数人可能要用药物 或者渗用手术治疗 那我都会略略说少少的了 那也都很多数据显示就是说 如果你 由今天开始 一个体重 可以减到5%至10% 而可以维持来说 是有大大的疲异 刚才我说的 封印数 是可以减少50%至80% 但当我们去治疗一个肥胖病人 很多时候就要定定一个 就是切切实实可以达到的指标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 那我们去医治肥胖病人 其实两个最主要目的就是 我们要减磅 但是最主要减是减脂肪 尤其是中央脂肪 肚腩脂肪 和因而是得到健康上是有改善的 那以下一些重要的指标 你当时去评估病人 就是说会不会成功 就是说病人究竟去求医的时候 他是从一个健康 还是从一个体态的角度出发呢 始终来说 预防肥胖 当我说完之后 大家觉得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事 还有医治肥胖 基本上是一个终身的commitment 刚才说到目标定得确切 大部分来说 都是要多方面的医务人士帮忙 我们是强调很渐进式的减磅 帮个病人找一个动力 一个动机是很重要的 而这个动机是开心 和可以继续做的 也是很重要的 病人的参与 是百分之百重要的 如果他是一个被动式 只是说医生 我给你这么多钱 你用我的方式 给我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 那我就多数把病人趕出去 提到目标 很多人心目中 以为可以达到一个fashion model 但实际上 我们现在平均的女性 身形应应该是这样的 不要相信很多铺天盖地媒介 所说到 刚才我说的被动式的减肥 或者什么都不需要做 可以达到你心目中的效果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梦想 达不到的梦想 刚才我说到 为什么我要定一个 确确的指标 就是我们知道 在现实环境来说 当病人 如果你不做任何功夫 他随着时日 他体重不断上经 当他做了一些功夫 我们经常跟病人说 做了一些功夫 而他的体重的维持 这个已经是第一阶段成功了 已经是成功了 如果他可以达到 将体重降到完全正常 基本上一百个病人之中 没有一个是达到的 还有当他进入一个减绑的阶段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下降期 一个平台期 然后再一个下降期 那个平台期可以维持 相当长的时间 可以六个月 一年甚至几年 所以当我们减到的磅 可以维持 没有任何V型反弹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减绑的方式 我都用了一个金字头的方式 去表达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们有三个方式 最多人需要 当然 全部人需要 就是生活模式的改变 这个有两个部分 就是饮食 热量摄取 和活动量 中间来说 就是说到一些药物治疗 最后是手术治疗 换句话说 应该是少些病人 需要手术治疗 或者是药物治疗 而绝大部分 是需要下降 但是我也估计 就是说 随着问题越来严重 越来越多人 其实需要 考虑到手术治疗的人数 是越来越多 药物治疗 我们希望 会有些突破 生活模式的改变 老生常谈 但是要做 其实要相当大的功夫 以下来说 我会讲一讲 每一样东西 我今次 就讲的方式 调转了 先说 尺寸 接着先 说一些弱 接着 说一些 比较闷的 所谓生活模式的改变 老生常谈的 刚才说到 医治肥物病 基本上是一个 一队的队伍 这队伍包括很多 很多人 内科医生 内分泌科医生 外科医生 营养师 运动治疗师 等等等等 好了 讲讲手术先 大家比我兴趣了 那手术治疗呢 基本上呢 就是说 要用一些病人 去试过一些 没有那么创伤性 和没有那么多 风险的方法 都是不成功 而是评估的病人 觉得就是说 减肥 对这些病人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么多数来说 就是这个病人 肥胖程度很极端 或者去肥胖程度 是中导致极端 但是已经有很多 病发症已经出现了 那么 原理呢 就是说手术来说 就是一种方法 强迫这个病人 以后呢 想吃都吃不到 或者想吃吃了之后呢 吸收呢 大大减少 所以是一个 强迫性的方法 达到这两方面的效果 那么 这个是一个 NIH的指标 那么我不会详细说 不过呢 亚洲他们 他们 关于做手术的医生 他用了指标 就是说 如果你有没有人和病发症 其实BMI 大过37 都应该考虑的了 如果你有很多 相关的肥胖症 如果你BMI 它是32以上 它都会考虑的了 那么刚才我说到 那刚才我说到 手术治疗有几多方法 但是都离不开 刚才两个原则 那么 没有那么创伤性 到好创伤性 例如大家知道的 杂密手术 触胃手术 将肥胖割短了 然后再薄 然后再薄 这个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说 由摆一个水球最轻易的方法 到触胃 割胃 到薄腸 那么最主要的原理 就是阻止你不吃 减少你进食的能量 到令到你吸收营养不良 那么手术是有很大效果的 我只是用一个 《新英论》 这个集合2004年的 一个publication 给大家知道 比如说 跟一个对照做比较 你用了一个 比如说 薄腸手术 Gastric bypass 你在一年之后 你可以减到原先体重 40% 那么你看得到 就是越创伤性的手术 幅度越大 如果你比如说 习惠手术 可能达到20% 那么也都在去年来说 也都在《新英论》雜誌 出了两份期刊 一个是美国的研究 一个是北欧研究 肯定了做手术 长期复诊 跟一班对照比较 是减少了 肥胖相关的 疾病的风险 和减少了肥胖 所以在一个实证医学里的角度来说 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 那么其实威尔斯 我们医院呢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 做减肥的手术的中心 也都可能全亚洲之中 除了台湾 那么我们是其中的中心 做了相当多的 那么我们过去的 五六年呢 已经做了超过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变了样子 它轻了 大概是三十公斤 轻了大概是三十公斤 变了七三公斤 它仍然是超重肥胖的 但是体型已经变了 当然它相关其他 但是很多的治疗 血压 血糖等等都好多 那么我这里 除了手术 最后想说就是 抽脂 就不是一个 医治肥胖的方法 是一个不同的方法 因为抽脂呢 是会抽到一些 皮下脂肪 基本上是没有抽到 一些中央肥胖身份脂肪 亦都在《新英朗医学集》 几年前 发表了一个评论文章 就是说呢 看过抽脂来说 是没有对健康和肥胖 健康风险因素 是有改善到的 而且抽脂不当呢 也有了风险 可以致命的 好了 那么我很快呢 就讲到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药物治疗 那未讲之前呢 我还要总结 到这刻为止 所以药物治疗肥胖呢 基本上你可以说 是很失望的 效果不大 相较于医治 高血压 糖尿病呢 大大不遇 那么在未来这五年十年呢 看回整个 那个pipeline 我也都看不到 有出到一些药物 是令到你觉得 非常之有效 而长期都安全的药物呢 机会不大 那么所以听完之后 听完我这句话之后 可能以下几张照片 你就不用怎么看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呢 药物治疗去医治肥胖呢 应该是一个所谓的 附加 adjunctive treatment 来的 它是家于 譬如说生活模式改变 那么希望呢 早期达到少许效果 通常它的效果呢 是头六个月 九个月 已经出现的了 那么也都减多的磅数呢 是你的基础呢 大概最多呢 那么听起来好像很失望了 那么基本上是两类药物呢 当然是发展来说 第一类营药物呢 就是会减少我们肚饿的感觉 增加了饱感 另外可能减少了营养的吸收 那么另一类药物的发展 到今时为止都不多 就是说希望增加有效地 和安全地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謝 那么现在市场上呢 有两个我们可能会应用的处方药物 一种就是西部谷鸣 大家有时听很多卫生署说 就是很多坊间上的承药 被人混了就是混了西部谷鸣 基本上西部谷鸣 是一种药物 令到我们提升了我们的饱感 减少了肌外感 那么详细 我不再讲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这种药的药效 第二种药物呢 在处方药物呢 促由软 基本上呢 是减少了我们脂肪吸收 那么也都是面世了很久了 那么一些over the counter的版本 已经开始出现了 那么两种药物加上呢 有没有用呢 基本上呢 两种药物加上呢 不会有一等二的效果 基本上没有的 那么这两种药呢 在临床研究呢 都是大概两年至四年 所以呢 就算在病人服用这两种药物 有效呢 如果你问我们 有没有实证医学 证明究竟可不可以一世吃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 可以知道就是说 如果很依赖药物的效果呢 通常停了药或者减药呢 多数这些病人 都是会被V型反变的 那么第三种药物呢 就是 Acumbia 那我也都不详细说 因为呢 它面世了很短时间呢 全球回收了 在2008年呢 10月 全球回收了 因为面世了之后呢 当Postmarketing survey呢 看到呢 就是这种药物呢 是有中央的作用 是增加了情绪的毛病 甚至增加了自殺的风险 和自殺的机会 所以全球药呢 全球下 这种药呢 在080年10月 主动回收了 那这个class的药 永远都不再 都应该不再发展的了 那药物那里呢 有一种 有一种 希望的药 也都面世了的了 那就是 现在 在市场上 可能澳门都有呢 就是 Exanitai Bietta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只Clear Monster 就是一只蜥蜥东西的口水那里 找到出来的一个 一个Pietta 那发觉呢 和我们呢 我们人呢 抢 一些叫做抢激素的荷尔蒙呢 是相近 和有抢激素的作用的 那其实这些荷尔蒙呢 我们group它们 叫做GLP-1 Analog 那它的作用呢 是令到我们呢 生体上呢 B细胞 应对一个 特定的血糖的反应呢 是会做得好一点的 分泌激素 是分泌得有效一点的 而且它会令到我们 饱感增加一点 减少我们的胃呢 那些食物的 落格那时候的速度 那另外它有些中央的Effect 那这种药呢 这类型的药呢 其实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糖尿界的Pine Line的发展 现在大部分应用来 绝对呢 是用来应用来呢 是医治糖尿病的 尤其是第二型糖尿病 尤其是针对呢 就是说 肥胖的第二型糖尿病 那 Bietta 或者Ex-Senator 是第一只 面世了 亦都香港 澳门都是这一只 另外一些 类似的药物 会来的了 那 第二时候会有一些 一天打一次 甚至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的 那 现在这只Bietta 一天打两次的 但是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 应用这种药物的糖尿病 它有一个重要的效果 我看到呢 就是说呢 它们会有一个 体重下降的作用 那 而这个体重下降的作用呢 在临床研究 一早已经发现 在Post Marketing Survey那时候 亦都发现到 就是有些病人呢 就用了33年来说呢 它的体重下降的现象形 会一直固定 所以现在的角度就觉得呢 这种药呢 可能是一个 医治肥胖来说呢 一个重要的药物 亦都有 很多临床研究 开始发展的就是 应用这些 这类型的药物 在医治肥胖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似乎是很安全 还有呢 效果呢 不是说只是头过六个月 而是呢 可能维持几年都见到效果 唯一的好处就是 要打针 注意 现在 那个 用力不是一个 所以你用在减肥来说 是一个off label的用力 好了 这些药物呢 很多坊间 很多人会应用 但是这些不合法 和不应该 也都达不到 我们心目中的医疗效果 包括 尼尿 射药 甲状腺 或者其他的fiber 等等的东西了 那现在 譬如消费者 为了间中 都会公布 这些 这些 调查的发言 好了 最后 那五分钟 十分钟呢 可能我讲少少大家 就是老生上诞 给大家一些事 就是关于 生活模式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呢 如果针对整个群人口 整个群众来说呢 始终来说呢 我们用一些 主动 或者被动 或者设计的方式 令到 很多人呢 生活模式有个改变 而改变的方向呢 是减少 以量的摄取 而增加活动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 课题 和最重要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就不只是 一个医生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 政府 或者整个社会 要做的事情了 那食物来说呢 我想在今时今日呢 基本上是一个 很大的诱惑 那这个 比如说这个案 正如说到呢 食物的吸引力 正如好像 就是有些人对食物的反应 好像drug addict 那样 就是看到食物呢 不吃不行 或者呢 就算不是肚饿呢 看到食物是要吃的 那我们始终来说呢 去和一个病人 讲回热量的事情 都是要讲回热量的 基本问题 那有很多方法 去讲 我们每天有多少热量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 文职人员 或者你基本上呢 大概每天呢 大概二十至夜五 的千卡已经够了 你的ideal body weight 那坊间上 有很多千奇八怪 的减肥的餐单 那这里有ABCD 什么什么 那些一大堆东西 究竟这些东西 有没有效果 有没有特殊的作用呢 正规的学术研究不多 那我只是选了一篇 在去年发表 一年前发表的 就是看四种不同的 dieal composition 看两年 看他们减肥的效果 是一班四种不同的病人 那你看到呢 其实这些不需要看详细了 基本上四种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他们两年过后呢 这班研究人员 这班病人 都是减到大概4kg 大概5% 那结论就是说呢 不同的食物的作用呢 都是不很重要 最重要呢 就是总的热量呢 是减少 那这些我都不说了 那接着 就是说的活动 那活动呢 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知道呢 就是说呢 一个减肥的方式 如果没有一个 运动的component呢 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了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研究 就说出呢 就是如果有附带运动 或者那个行为模式的改变呢 那成功机会大跌 那为什么我们会在 比如减肥那时候呢 很着重呢 就是介口 就是食物的控制 多过运动 因为我们知道呢 其实运动的消毒加罗里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呢 你吃了一个葡萄呢 就算你跑了 你要跑三个字呢 才会消耗到一个葡萄的热量的 那这些数据 我给你知呢 其实我们运动呢 要消耗热量呢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个钟头的跑 都是一个即食面的大概 那很多原因呢 人们运动呢 那我不详细多讲了 那当我们讲运动 比如说 最好当然是进了一个运动治疗 但是不行呢 我们都会讲到的就是 尽量将活动呢 融合生活之中 那以后我给一些例子呢 那这些所有的例子呢 都可以帮你呢 消耗150加罗里的 大概三叉根油 或者大概 一个葡萄 至两个葡萄啦 那大家看得到呢 你要做很多东西的 好 好了 好了 那我也都回应回何教授说 其实 当讲到最后 做不到任何活动呢 那增加 那增加跑 走路呢 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方式 那比如 哪一个 走路的计步机 是一个方法啦 那另外呢 比如我鼓励病人呢 又要迫他们 做一个食物和活动日记 都是一个方式 就是 说了这么多呢 大家知道呢 当一个人肥了 要减回呢 你用十倍功夫做不到 所以说到最后 最重要呢 就是不要肥了 那不要肥呢 刚才我说到呢 就不只是个人责任 是社会政府的责任 那给一些例子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 美国Colorado 一个community 它就用一个叫 small change approach 设计了一个城市设计 它尽量做了一些很细微的设计 是令到有些人呢 是尽量减少了吃东西 或者吃东西 没有那么方便 或者尽量呢 就每天真的 走路走多 十分钟十五分钟 其实呢 如果令到个人都做到这个东西 效果非常之大 那 连美国的社会都说到 在校园呢 含糖气素要撤销 中国社会都要说到呢 夏令营呢 减肥特分班 那些肥仔都减肥特分班 那这些呢 都是一些社会责任 和一些 词词实实的 一些政府措施 好了 那最后呢 就卖少了广告呢 那大家有兴趣呢 想多些知道 比如本土的一些资料 或者是 关于肥胖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 香港肥胖议学会 我们一个网站 是一班 专人员呢 是组织的会呢 是希望呢 就是说提供多些 关于肥胖的资料 和呢 是对于肥胖教育的研究 提出一些贡献 好 多谢各位 谢谢 我希望有点时间 我还有一段短片 想放给大家看的 就是去答回 这个问题 我没有跟他做妹的 但是我认识不到 我用多分半钟呢 我觉得这个短片呢 是非常之有契发性的 是瑞典一个城市做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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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瑞典的措施 它是瑞典一街 主持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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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議員